北京时间1月8日 在李肖鹏国足正式官方宣布了最新议席的名单之后 却遭到了一位国足功臣的公开炮轰 此人就是前国足的翻译谢强 谢强曾经担任过霍顿的翻译 在上海深花队担任过外教威尔金森的翻译 对于中国足球非常了解 他在社交媒体上对中国队的名单进行了点评 中国队这次有50多名球员以及15名助理教练参加接下来的集训 这样的做法开了中国足球的先河 1955年中国足球协会成立至今66年的时间里 我们从来没有说搞过这么大规模的集训 对此谢强公开炮轰说 这个做法是对足球这个行业的侮辱 他明确的指出国家队教练组的组成 通常来讲的战术教练配一至二个人就可以了 体能教练和守门员教练各一个 其他的都是领队和医生等工作人员 这么多人在替补习坐的下吗 国家队不是培养青少年球员的地方 很多球员技术早就已经定型了 国家队是一个决策性的团队 分析研究的团队 第二就是应该由主教练来敲定这个具体的团队成欢 人和园上各有优势 分工合作紧密团结在主教练身边共同进退 司令部的声音完全一样 大家有共同的荣誉担当 第三是如果说主教练弱势 那么应该选择一至二个国内最好的助理教练来辅佐他 不然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隐患 容易造成离心离德 第四是破格提拔也要有标准 但是从我们的情况来看 根本没有所谓的破格 不能说吴正教练也进入到中国队担任教练 这是对教练员培养秩序巨大的嘲讽以及伤害 这样的做法创下了千古奇观 中国足球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还还真的不怪李肖鹏 因为他也刚刚上任 他根本没有权利说确定如此大的一份教练名单 至于陈虚员也是傀儡 实际上在贾秀全和李铁 分别带领女足和男足创下奇葩的战绩之后 体育局就已经介入到了足协的管理工作当中 国家队管理小组实际上已经开始落地工作了 我们看到七军也已经正式的在国足上任出任领队 或许这一次成立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教练组 根本不是陈虚员和李肖鹏的意思了 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控制 好 好 感谢观看